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布新冠疫苗的有害成分会残留在体内 需要吃草药或膳食补充剂来进行疫苗排毒此类虚假信息 席克是错误信息及其对民主的影响方面的专家 作品多次在PBS NewsHour 纽约时报等媒体刊登 他说 病毒性的错误信息具有传染性和危险性 在某些情况下 它和一些正在传播的实际病毒一样有问题 因为它可以唆使人们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 威胁他们的健康 当疫情在2020年首次出现时 世界卫生组织也注意到 人类正在经历一场信息恐慌 大规模传播缺失的虚假信息 谣言 谎言和误解 其传播方式与这些病毒很相似 它们是有传染性的 在人类的信息生态系统中传播时会进化和变异 比如 西班牙语的社交媒体Telegram上 传播有关于死亡率来自澳洲的统计数据 认为超额死亡是由新冠疫苗造成的 抖音上说 一位墨西哥医生声称 40年的研究表明 MIA新冠疫苗不应该被用于接种 因为它导致高死亡率 还有一条中文的微信消息 以用保险专家的说法 阴谋论者声称 高超额死亡率与高疫苗接种率相关 人们把看到的这个事实 与相信或害怕的事情联系起来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放大 西克在会上指出 另外一种制造虚假讯息的方法 即利用合法新闻来源的文章 和其他讯息混合在一起 比如 有两个帖子引用 BBC新闻与额外的背景 疫苗或其他东西一起被分享 他们使用合法的 值得信赖的新闻来源 作为基本的论据 当你准备报道时 关键是要考虑 使用什么样的标题 试图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认识到像这样的事情 是有风险的 人们把你的报道断章取义 利用它来制造恐惧和放大 it does not mean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最后希克强调 媒体在防止和抵制 虚假信息的作用和重要性 媒体必须担当起 净化社会舆论的责任 不传播虚假信息 自觉使用正规信息渠道 客观真实的采访报道新闻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